这里是诗歌那些事儿,这个视频啊,我们继续来聊诗歌当中的燕子,前面咱们说到了燕子一项在诗歌中的发展,而且呢,我特别提到了,燕子是能够代表爱情的,所以啊,这个视频,咱就从情之一字开始说起。 这古时候啊,有些互相爱慕之人,他们因为种种原因,分隔在了两地,所谓赌物私人,有情人看见燕子会联想起在远方的恋人,那此时的燕子就变成了相似的代表。 比如说,北宋的燕几道,此人啊,是多情种子,喜欢美丽的女性,她就曾经爱上了一位歌女小平,可因为身份地位之间有差距,两个人啊,最终被迫还是要分开,但是这并不妨碍燕几道写词来怀念小平。 她就在《灵江仙》中写道,落花人独立,位于燕双飞。 燕子在这儿是如何体现相似的呢? 燕几道是巧妙地做了对比,前一句是刻画了一个人孤独地站在落花当中, 而后一句却是燕子成双成对,飞入细雨萌萌,一个是孤单,一个是恩爱, 那这样的对比,更能让人啊,感受到燕几道的相似之情。 我们说燕子能帮诗人表达对爱人的思念,而对于那些出门在外的游子们,看到燕子啊,也会生起思念,这个时候就是对家乡的思念了。 诗人王炎啊,喜欢浪迹天涯,他曾经写过, 于是东风,谁家燕子穿亭户,家何处,乱山无树,不计来时路。 这燕子穿亭户啊,是乡村当中常见的景象, 而王炎在异乡见到此景,不由的就会想起自己的家乡。 然而时过境迁,离家已久,他已经不计来时路了。 我们看,燕子在这里啊,便是代表了王炎对于家乡的一份美好的回忆。 那我们前面是说的燕子象征对家乡的思念, 那我们再把家乡升格为国家, 那燕子又成了家国兴亡的感慨对象。 刘雨昔就在他的乌衣象中这么写, 朱雀桥边野草花, 乌衣象口西阳霞, 旧时王谢唐前燕, 飞入寻常百姓家。 这位唐代的刘大诗人, 怀念起了王谢所在的东晋, 那时候的乌衣象是极度的繁华兴盛, 然而到了如今, 却成了寻常百姓之家。 而燕子在刘雨昔的笔下, 就变成了穿越时空的见证者, 那这重身份啊, 也是给燕子一项, 开拓出了全新的视角。 那到这里, 诗歌中的燕子一项, 我就讲完了。 在这个视频里啊, 我从情之一字开始说起, 那对于那些相隔两地的有情人, 燕子会勾起他们的相思。 而对于出门在外的游子啊, 燕子是能让他们想起家乡的。 如果我们把家乡再升割为国家, 燕子也能做穿越时空的见证者, 目睹国家的圣率兴亡。 诗歌那些事, 带你了解诗歌的世界, 下个视频啊, 咱接着聊。